他戲裡面跟Mark有對到戲的應該是Androla Baby 對 那跟他對戲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經驗 呃...特別的經驗... 我其實...對...因為他...他很漂亮嘛 所以...然後...其實...可是我的心裡有所屬 就是...已經完全給我...我們的黃老師 哈哈哈哈... 所以說...如果在談感情的部分的話就... 稍稍難投入一點 因為真的...我的空間已經被他佔滿 但是...呃...有趣的一點是... 剛剛大家可能有看到有一幕是... 我...我背後是火海 然後我要保護著他 對對對... 但我後來...我本來想說...環抱一個美女 從背後環抱應該是很簡單啦 畫面看起來很美 你是英雄般把他抱住然後火要... 對...我想說我很帥他很美 太棒了 但是其實實際上並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不管怎麼抱可能都無英雄上身 導演就說你是要勒死他嗎 哈哈哈哈...就是... 稍稀! 然後結果已經翻白眼了 對... 所以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容易操作的 所以就是...你還要顧到鏡頭在哪兒 要讓他要露面對不對 對... 然後注意不要傷害到他的心... 又不要傷害到... 真的是辛苦辛苦辛苦 所以抱一個漂亮的女生 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問到這一位啦 這一位也是... 在...就是... 以前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諧星可以這樣講嗎 然後後來成功的進軍的主持界 當然我們不要忘記 他雖然在台灣是以諧星起家的喔 但是他事實上在這個戲劇的專員部分呢 他是個國外有拿過這個學位的 那麼這次終於有... 呃... 因為我們的製片人小慧姐的慧眼 讓他可以在戲裡面... 詮釋跟大家完全... 對他的看法是不一樣的角色 那麼通常呢... 這也是最容易... 考驗到一個演員的角色的個性 就是他演的一個是變態的殺人魔 讓...讓我們歡迎 是Dino嗎? 不是... 那是Junior啊 不是...就是竟然拿起麥克風的這一位 阿天 是是是 好...阿天 來...告訴我們一下好不好 欸...這個很開心 就是能夠參加PZ一種演出 然後... 這個... 最重要還是要感謝導演啦 因為... 在這麼多的演員裡面 然後... 會願意給我這個機會這樣子 然後... 因為... 我不知道 可能是導演在看我演... 呃... 喜劇的時候 或是短劇的時候 他發現了一個神經病 然後... 有一點變態變態的 然後...他覺得說 我似乎可以去詮釋這樣的角色 導演你發現他在演喜劇的時候 有神經病 哇... 那全面大半鍋全都是神經病 哇... 那你有很多演員欸 沒有... 其實就是... 呃... 我那時候跟導演開會的時候 也聊了很久 然後... 導演也... 呃... 給了我很多建議 然後... 呃...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當然也幫助我很多 然後... 因為常常有... 有的時候是拍攝的期間 就是... 我前一天晚上在主持這個... 王屏的尾牙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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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隔天馬上又要去... 呃... 就導演這邊拍戲 這樣... 所以常常要轉換 那... 在這個... 中間當然非常的困難 導演就是... 他都非常願意花時間去... 呃... 去溝通 然後去把... 在螢光幕上面呈現出最好的東西 這個是非常吸引導演 那我得先問問導演 因為... 呃... 怎麼樣你看得出... 他在... 一個這樣的外表下 因為你知道 找一個比較會搞笑的人 來演一個這麼... 深層變態的角色 其實會... 對觀眾來講 觀眾會... 一直扭曲 會有一點點... 就是... 不太容易 或者是說 他天生就有這個細胞 如果我找來相反的... 典型的... 也不是他本來的個性的話 就會... 哦... 但是我往往都做得很成功 是因為... 我發現呢... 我看到的那些都是他們內在的本性 所以阿根本性就是一個變態 對不對 可是... 他們那個... 他那個... 好鬥的那個... 搶悍 本來我好鬥的那個部分是你心裡的啊 也是他的 哦... 也是他的... 好... 好... 其實阿根有一個很特殊的... 內在的... 殘暴的個性 是... 哈哈... 他自己也認同他有一個那樣的... 嗯... 我覺得那個腿感覺得到 我覺得就發展得出來 好... 阿根在螢幕上殺人的感覺是什麼 你把對象都想成誰 欸... 就全部都納洞 哈哈... 誰納洞 哈哈... 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 呃... 就是演一個殺人的角色就真的去殺人還是怎麼樣 嗯... 我覺得都是需要靠一點想像力跟什麼 那我... 我自己是... 就是... 我講的時候好像都弄得好像太... 太... 學院派這樣 我講...我是... 人家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在想... 我在想... 講說... 比如說在家裡面你看到... 有時候看到螞蟻啊 你會用手把他捏死 但是螞蟻也是生命啊 但是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但... 就是沒有一點同情情 你反而心裡面好像還有一點快人 然後把他當遊戲一樣 我想...可能大家小朋友小時候大家都做過這樣 沒有...沒有...只有你喔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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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沒有... 瓜老師你來這吧... 沒有...沒有...沒有... 危險啊... 對...那個時候我是看那個... 我是在攝影棚看到納豆這樣做 哈哈... 我都給他... 他真的心裡也要演 你不要這樣... 他其實沒來而已 沒有...我是覺得說 就有時候只是把想像力發揮 然後跟... 就是... 把他放大這樣子 好... 所以呢...這部片酬要分一半給納豆啦 因為納豆是你演戲靈感的來源 非常好 那麼... 阿堅跟黃老師也有對到戲 感覺怎麼樣 喔...黃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我覺得他... 是...這個... 他不但自己... 進入角色之外 他還可以把身旁人給一起帶進去 我覺得... 跟他演戲... 可以說是一種享受 就... 真的... 蛤... 謝謝... 謝謝... 對... 你誠懇一點 哈哈... 你現在覺得我不誠懇嗎 哈哈... 因為黃老師他的這個... 呃... 像之前可能跟黃老師接觸也不是那麼多 那當然很多時候都是在... 呃... 就現場的時候直接來這樣 那... 什麼... 就是有的時候我自己反而有一點就是 可能不太進入狀況 可是你看著他的表情 然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被帶進去 尤其是那一場... 就是有一場戲武還跟他有打鬥 欸... 他根本是就是亂打我 他把我扁慘了這樣 他能不亂打你嗎 他要一部戲的打 就打了一次人 對啊... 他把他所有的機器 全部出到我身上你知道嗎 因為... 黃老師在裡面大家可能看到 就是他的這個... 武功是比較不擅長 這樣... 因為他的角色本身... 角色本身... 不應該是一個很會打的 對對對... 他要真的打的時候都不是套招 就是... 亂來一陣 亂來一陣 對對對... 亂來一陣 我這個戲裡面有留的血... 鮮血的話也都是因為來自於他 對... 我今天那場有真的打到嗎 對對對... 我還記得我被他K的時候 因為... 真的要被K很多次 那... 有的時候角度不好還是怎樣 還是沒打到可能就要重來 我還記得他打我是... 就有一角是踹在我臉上 結果他一踹... 然後是真的有踹到 然後... 我戲裡面還說太棒了 太好了 我從來沒有一次變成打得那麼爽過 因為我想說這次應該就一次OK 所以今次你是變態了 對對對... 有一點會... 然後... S&F... 有一點快點... 但是打完了以後就是真的... 就是還... 就是有瘦一點上 不過這個是未戲好 這樣... 所以那個... 那個take有一次成功嗎 沒有... 好像也來了嘛 不少一次 很多次... 但是其實他這次的造型還真的是嚇我一跳 真的嗎 就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最早我們先是拍那個走行那邊 底下全是霧氣那邊 對對對 哇... 真的是... 就一出來那個... 首先... 外形一看就很聖人 很聖人 所以說他說... 他說跟我... 我怎麼帶他 因為他一直要殺我嘛 我就... 永遠是這樣 他就是... 更加... 勾起了他的這個殺戮之心 對對對... 過癮嘛 非常過癮 好的... 那麼我們謝謝阿KEN 他現在也是一個標準的變態殺人魔啦 啊... 耶...